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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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登山宝训 就是耶稣吩咐跟随他的人 当时的门徒 我想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来说 好像是很不容易达成的任务 他告诉一些非常重要的天国的原则 他登山宝训 很喜欢把它变成是我们天国殖民的品德 怎么样活在地上 让人看见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他说要追求完全 像天父的完全一样 那这句话曾经很很 我说不可能啊 我们追求完全是对的 但是像天父的完全可能吗 我可以吗 但是我想想是耶稣吩咐的 不是我们抢做要做 是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跟人比较 我们喜欢跟人比的时候 总是喜欢比下有余 比上不足不敢比 不敢比更高的更厉害的 我们喜欢比比我们差近一点点 那我们就很高兴 跟别人比拉低标准 就感觉我还不错啊 我比他还好啊 我们就会变成自我满足 自我感觉良好 自为还不错 其实我们是五十步 像一百步而已 所以事实上很多很多的律法 所谓标准都把标准降低了这个缘 那跟最完美的圣洁人比较 我们差太远 做不到 那跟干脆我们大家都做不到的话 就把标准拉低吧 所以干脆很多东西很多不对的事情 我们把它合法化 看来人人都没有犯罪 人人都做到 其实标准拉低了 那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不是这样 乃是把标准拉高 高到像天父一样 我们才能感觉跟天父一比 感觉我们美不足道 我们卑微 我们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所以比较就像我们这种谦卑 就比较感觉有限 不够 继续的努力追求 那么我们祝耶稣所讲的话 在经文当中讲一句话 所以 所以他要行写上下文的意思在当中 总的来说 要像天父一样的心态 来遵行天国子民的品格 以天学习追求像天父一样的完全 来去实行天国子民的品格 在这个地上 从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 他提到四种的情况 四种的情况 他重点就是 第一 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首先就是不要跟人作对 怎么不作对呢 他就说第一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有他打 看来很不容易理解 有人打你的右脸 一般来说 我们也打他的左脸才对 耶稣说不是的 有人打你的右脸 主动的连左脸也转过来 有他打 那好像是个主动的放下自己 报复的权柄 权力 不是落落 是主动的放下这个权柄 第二 有人告你 要拿你的礼 那么你连外衣也要他拿 也不容易了解 人家拿你的外衣 当然拿你的礼衣 你先把外衣脱下来 既然拿掉我的礼衣 好了 外衣也给你了 是这个意思 好像是主动的退浪 不是无奈的被人压制 其实这个人也不错了 他不拿你的外衣 拿你的礼衣 还有外衣可以接盖 但是耶稣说你能够外衣 外衣的脱下来 我要主动的给你吧 第三个情况 有人强迫你走一礼路 你就同他走二礼 那主要是强迫你走的 是你不愿意 不喜欢 不必要的 是强迫你走 那你就同他走一礼 送他多一礼 很不容易了解吧 主动的甘愿 这首先是勉强你 强迫你 心甘情愿来回应他的强迫 这四种情况 有人求你的 你就给他 借贷的 就不可推迟 那主动的给予 不是敷衍 有人求你 他当然有需要 像你借贷的时候 你就不要推迟 意思就是说 不是勉强的敷衍的 推起他打发他走 意思说 当然有需要求你 你给他的时候 不要像给一个乞丐 乞丐 讨饭的一样的 打发他走 那也是 需要你帮助的人的要求 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对一个需要的人 不要看待他 如同一个讨饭的人 不是怜悯的 不是施血 那是真的从心底里面 来帮助他 不可推迟 马上的满足 回应他的要求 当然 大前提是说 你有这个能力 你要这个 你有这个能力 才能够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现在第四中 因为神如果要你有 能力帮助人的时候 不要推迟 有的去帮助没有 这个情况底下 我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 总结就是 那就容易了解 很多受伤人 强迫理重 这是被动 但是却把被动的变成主动 消极的变成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说以主动来应对被动 以甘愿来应对强迫 以自己来应对消极 但当然里面还有句话 耶稣 耶稣说了 我只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因为平常人就说要爱人些恨仇敌 耶稣说不是的 要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里面来祷告 所以这一句话 这是天父给我们遵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所以隐含着一个 为什么刚才你可以把被动变成主动呢 加上一个爱的元素在里面 以爱来对恨 不是以恶报恶 这个世界就是以报恶 报恶以言还言 以牙还牙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天父不是这样的 天国的子民以爱来对恨 你爱摆进去的话 你刚才的被动变成主动 那就不难 因为你要鼓力量 是神给你的 能够把不可能的任务变成有可能 因为天父要求的品格就是如此 就是帮助我们 要追求像天父的完全一样 好像很难 这是耶稣吩咐我们 把我们生命的品格提高的最高 最高的标准 看似很难 像天父一样的完全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们扛复代价 去追求完全 我们就离开完全 不远 但是如果我们看为很难 不扛复代价 不扛追求的话 我们就永远不会完全 把最高的标准放在前面 像天父一样 活在这个充满了罪我仇恨的世界里面 活出天国殖民的品格 这是天父的要求 这是耶稣的吩咐 也是我们天国殖民的责任 愿神师父各位 我们地道祷告 谢谢天父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教训 让我们活在地上 不是单单领受了天国的生命 也更能够借到天国的生活 向天国殖民的生活 见证流露出来 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的好见证 将一切的荣耀 跪在你的灵下 愿主保守 愿主是福 愿主带领我们 在地上不要亏负你的恩典 不要羞辱你的名字 保送我们一生 尊你为大 尊你为主 尊你为神 祷告祈求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